台東縣藍雨及其周邊海域 今天從凌晨到早午四點多 已經發生十一起的地震 其中規模最大一起震央位於 藍雨森規模達五點三 最大震度四級 對此氣象局表示 這十一起地震看起來是有關聯性的 未來一週內不排除有規模四以上的雨震 地牛翻身晃個不停 就在九號凌晨三點四十七分 台東縣藍雨發生瑞士規模五點三地震 根據氣象局的監測 除了台東的藍雨有四級 屏東滿洲兩級 彰化椅的地區也都有一級的震度感受 半夜的那個地震是比較大一點 就是有在觀察是不是要跑出去 那他們的規模大概介於四點零到五點二之間 地震彼此之間是有關聯性的 與這個島嶼的為中心 大概周邊二三十公里這樣的範圍 過去歷史上也發生過不少地震 氣象局表示目前判斷 應該是規模五點三的地震為主震 地震的主要原因是 因為此地區板塊引磨造成潛層破碎帶能量釋放 因此地震深度都在十多公里 而三點四十七分後 接著在五點上午九點多到下午四點多 臺灣東南部海域連同五點三的主震已經發生十一起地震 歐亞大陸板塊引磨到 國凱文表示雖然過去這個地區發生瑞士規模五的地震頻率並不高 但目前預估未來一周內還是可能會有規模四以上的余震發生 之後就會緩和下來民眾還是要多加留意 記者為莊志成特會報導 記者為曉得 記者為友 黃色 金融 李維蛋 -黃色 椅子為友 藝 貼氏 -黃色 標 黃色 呃 黃色 優 彩 鋃 黃色 舞 李維坡